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宠物俱乐部 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就是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的秘书长 黄庆荣黄医师 那么其实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推动很多的观念 常常我们觉得其实画面 是最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一次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保护动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光碟出现的时候 现在整个的一个推广 好像也到很多学校去播放了 所有的国小 我们都寄给它 都寄给它们 对 主动寄给它们 是 就是希望能够向下扎根 小孩子心里面就知道 怎么样去爱动物 最起码我们今天如果不养 我也知道怎么样对待它 如果我养了 我要有责任感 更要知道有责任感 对它不能虐待 不能够离弃它 其实我们今天Cody也说一下 他现在当初那种自闭症的状况 现在其实已经恢复很多了 已经改善非常多了 会主动它能亲近之类的 但是很像还是没有完全复原 因为像我们一直说 怎么样给它一个什么 合适的 适合的环境 一个是不能挨饿 不能渴到 然后不能生疾病 不能让它恐惧 不能让它悲伤之类的 更重要的 刚刚讲过了 要能够让它表达天性 也就是说针对狗的个性 去适应它 提供它的需求 然后至于吃的东西 通常我们人类吃的东西 都比较咸一点 对它们来讲是不好的 那太減了 对 我们刚刚才对它们来讲 它们说是因为汗腺的关系 汗腺不发达 因此我们吃的盐分 我们人类大概0.5% 它们大概0.2%就够了 0.2%就够了 所以多了一倍多 对 到时候肾脏很容易因为使用过度 就负担太重 以后老的时候就很麻烦 很麻烦 是的 好 怎么样给它一个舒适的环境 这也是宠物主人一定要现有的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画 不是安全的家 怎么会变成这样 小谷 你也修炼得差不多了 从此以后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忍者猫咯 去吧 是 师父 小谷 我来了 房间又够乱 小谷的忍者公仔 你们不用害怕 我不会害你们 你怎么会说啊 因为我是忍者猫 专门来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 像是多多 为什么要帮助我和多多啊 你看 多多是不是比以前瘦 身体也变不好了 哎 好像是哎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你房间这么乱 这么乱 这么乱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让我施展忍树 让这里变成适合宠物居住的地方 哎呀 原来多多之前住的不舒服啊 是啊 爱它就要照顾它 要给它舒适安全的环境 拜拜 好 我们真的又好好的上了一课了 这个猫忍者呢 让我们了解说 其实我们要 饲养宠物 真的那个环境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除了给它好的环境 我们的心态 人的心态也很重要 以前我们养所谓的宠物 是宠爱它 事实上现在已经叫做同伴动物 那同伴动物就是我和你一样 对 因此我和你在一起是要玩你吗 不是 是尊重你 然后大家在一起很快乐 因此不要把这些动物当作是玩具在玩手 好 千万它是跟你是同伴 是同伴 是你的伴 是你的一个伴侣 不能把它当玩具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表现对你会觉得很好 是 好的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说 宠物不是玩具 这个动画告诉你 是玩具 哇 好帅哦 要是真的有马可以骑就好了 那我们来骑巴哈和哆哆啊 好啊 好啊 哈哈哈 你们两个知道哪里错了吗 如果刚刚是巴哈和多多 再被你们骑着玩 那他们就完蛋了 我知道了 我们真的错了 不应该骑在宠物的身上 谢谢你 忍者猫 不然我就害了心爱的巴哈受伤了 是啊 爱他就要照顾他 不要把他当玩具 真的耶 他不是玩具耶 他是你最好的伴侣 其实透过这么很可爱的一些动画 我觉得就会打动人心 然后也会让大家 对这样的观念更清楚 这样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让人看得懂 语言相通 比如说像刚刚玩具 翻过来 你变成它的玩具 你会怎么想 对 因此我们以同理心将心比心 那我想我们的 会和这些动物相处得更好 而且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更和谐 对所以其实呢 我们今天后面 有一个这个保护动物的守则 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呢 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你就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来做 当然就是宠物 务必一定要植入今天 走失的话 这个才容易再发现它 爱它 养它 它永远陪伴 千万莫让它流浪 预防注射不可免 乱胃食物很危险 遛狗禽 气上狗链 随手清理大小便 居家环境不脏乱 保护动物做典范 顺口溜不错吧 这个真的很不错很不错 好我想最后 这个一点点时间 秘书长是在跟大家做一些呼吁 事实上我们 动宝法颁布到现在已经12年了 我们也 我会看到一些人 还是有虐热动物的行为 我们希望 流浪狗是末端 但是我们要是从教育开始着手的话 让它不再有丢弃流浪狗之类的 我们才会成功 而且我们这个社会你看 表现出爱动物的社会的话 那个就是一个和谐的作为 它一定关心人类 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个 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和平相处 对不对 好我们也希望Cody可以越来越好 加油Cody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谢谢